这名杀手藏身阿拉斯加荒野多年 出山后凭一己之力干翻两大军事组织 主打一个血债血肠 12年前 女兵安娜从战场退役后 便由她的上司艾德引荐 与富商克托做起了走私军火的买卖 三人各司其职 一时间将生意做得丰盛水起 然而 一次护送军火时 安娜发现另外两人竟然还干着买卖儿童的生意 这让怀孕的安娜无法忍受 思考几个月后 还是将事情告知了情报局 但仅仅没想到的是 艾德已经带人杀了过来 情报员大黑还想呼叫支援 却不知救兵全都被艾德干掉了 情况危急 为了救下大黑 安娜找了一瓶502胶水 先帮她拔鞋制住 又利用现有材料 制作出一枚简易炸弹 就算了一瓶502胶水